从前看到一朵花的时候 会联想起它 听一首歌的时候 会思念起它 这世间万物 好似都与它有着同样的特质 还有味道 直到某一天 你路过那条熟悉的小路 脑海中不再期待它能出现 你听到朋友说起它的故事 内心不再泛起点点波澜 你才终于明白 原来那些念念不忘的从前 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慢慢放下了 你能够坦然地说着过去的一切 云淡风起 懂得放下的人 是聪明的 人生旅途本来就有喜有幽 该来的终究会来 该走的难免会走 不计较过去 才能更好的 过好当下 张佳佳说 如果你压抑 如果你压抑 痛苦 忧伤 又怎么可能在心里腾出温暖的房间 让重要的人住在里面呢 如果一颗心 禽虫百孔 住在里面的人 就会被雨水打湿 一个人心里的空间是有限的 旧的人搬出去了 新的人才能住进来 而你要记得 珍惜当下 永远比怀念过去 更接近幸福 懂得放下的人 是自由的 有一天我跟我说 分手后 他一直放不下前任 每天都会偷偷地 踮进前任的朋友圈 看他最近发的动态 身边有不少优秀的人追他 但他不愿意往前走 因为他对前任还有期待 直到前任在朋友圈 晒出了新的对象 他才明白 原来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离不开谁 只有谁不懂得放下谁 一念放下 万般自在 感情里有一种错觉 就是 离开他 你就活不下去 可事实上是 离开任何人 你都有选择 可以过得更好 你仍然可以种你的树 教你的花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去旅行 去遇见 去风 去笑 真正放下一个人 是你记得他 但再也不会为了他 就像汽车飞驰而过 扬起一阵尘土 走得远了 尘土也就散了 而你依然要相信生活 相信爱情 慢慢感受自己的变化 好好享受 时光的馈赏 不要太担忧未来 你只管做好自己 一切美好 都在路上 就像汽车飞银子 一切美好 就像汽车飞银子